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出现的神秘状况及媒体报道的背后故事 习近平在神隐三周后终于露面 但却引发了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广泛猜测 特别是在他与越共总书记苏林会面时 官媒所发布的照片与外媒的直出影像形成了鲜明对比 外媒的画面中 习近平面色黯淡且憔悴 而官媒则修图后的习近平却显得光滑红润 宛如网红般美化 这种不寻常的修图手法和延时发布的策略 让人怀疑中共是否在掩盖习近平的真实状况 更有趣的是 习近平在返回北京后的行程中 中共党媒却开始大肆报道他的活动 似乎试图重塑他精神异议的形象 这一系列的操作 无疑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讨论 那么 习近平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健康挑战 中共的媒体操作又透露了哪些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官媒一位习近平美图 外媒原图显习近平脸容发黑 自由亚洲电台 年逾七旬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神隐三周 屡传出健康问题 最近一连两天见月供总书记苏林返北京出席三个活动 包括会见奥运中国全体代表团 但中共党媒公布习近平的静静 却延迟了两个多小时 相比习在外媒所值出的照片上面容发黑 中共尽忠的习近平变得更美 更光滑 翻查中共 越南媒体和路透社的相片和影片 可见中方的迟来的修图功力 习近平自七月底神隐 周一 十九日 上午中现身会面月供总书记苏林 并接受月方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 不过 中共党媒 央视 直播盒 新华社 发布的首轮影像时 虽大批传媒在场 竟连一个习近平进进特写都没有 只有单机的远近 远距离遥望两位元首的不资 直至北京时间下午一时后 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的社交媒体X 以及中共党媒陆续才释放习近平经修集的静静影像 不过 比较中 外媒体发布的照片 在越南媒体和路透社的直出影像中 习近平显得面色见黑和憔悴 亦有不少侧面特写出席显眼的双下巴 但在中共的影像在大幅掉光和润色后 习近平变得面色红润 有光泽 而特写的镜头大不只有正面 侧面只能远望 不过 习近平周二 20日返回北京亮相时 中共党媒的处理手法来个大逆转 率先跟踪报道习近平连续出席三个活动 包括会见奥运中国全体代表团 斐济总理拉布卡 及出席全国人大加入各国议会联盟40周年 纪念活动继第六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 涉及多条影片共18分钟 更含有剪辑多段习近平现场一扬顿错讲话 细看有关片段和图片 不但近距离特写习近平的精神异议神态 影像一一四调更光亮一点 令习近平脸容更白滑 就像网红经常用美图秀秀 据中西医学文献指 男性脸色暗发黑可能是轻则因过度疲劳 睡眠时间防晒不足等影致 易重则与肝肾疾病有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男性脸色暗发黑 通常是指男性面部皮肤 呈现不均匀的暗沉或黑色调 这种情况可能涉及多种因素 包括生活方式 环境影响 健康状况等 脸色的健康状态 常常被视为一个人的整体健康指标 这种现象的出现 可以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生活习惯 不良的生活方式 例如缺乏运动 饮食不均衡 熬夜等 可能会导致皮肤颜色的改变 长期的压力和焦虑 也可能影响皮肤的健康 使其失去光泽 二、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的影响 如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紫外线的照射 会使皮肤产生黑色素 导致皮肤变黑 此外 空气污染和不良的生活环境 也可能加速皮肤的老化和变色 三、皮肤健康 某些皮肤疾病或状况 如黄鹤斑、黑斑 或其他色素沉着问题 都可能使脸色变得暗沉 这些问题 有时与内分泌失调 代谢异常等内部健康问题有关 四、饮食与营养 营养不良 或缺乏某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A、C和E 以及鲜 都可能影响皮肤的健康状态 摄入过多的油腻食物和糖分 也可能导致皮肤状况变差 五、年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会自然变得不那么紧致 和光滑 胶原蛋白的流失 会使皮肤的颜色和质地发生变化 针对男性脸色暗发黑的情况 改善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改善生活方式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保证充足的睡眠 并增加身体活动量 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注重饮食 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 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避免摄入过多的加工食品和糖分 适当护肤 使用合适的护肤产品 定期去角质保持皮肤的清洁和滋润 也可以考虑使用防晒产品 以抵御紫外线的伤害 定期检查 如有持续的皮肤问题 建议寻求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的意见 以排除潜在的健康问题 并获得适当的治疗 了解男性脸色暗发黑的原因和改善方法 有助于男性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皮肤健康 提升整体形象与自信心 这也是现在社会中 越来越多男性关注自我的一部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习近平的照片被修图 这正好反映了中共对于形象的重视 在政治舞台上 形象往往比真实更重要 以色拉的话来说 政治是一场戏 演员的表现至关重要 修图不过是为了让观众 更容易接受这位领导人 增强他在民众心中的威望 可问题是这种修图的行为到底是要遮掩什么 难道真的是为了让大众更喜欢习近平吗 还是他们在掩盖健康问题 或是他过度疲劳的状态 这样的隐瞒只会让人们对他产生更多的怀疑 反而适得其反 修图在当今社会已经非常普遍 甚至许多名人都会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完美的自己 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予领导人同样的机会吗 而且这样的行为也不见得是坏事 它可以提升国家的形象 让外界对中国有更积极的看法 但问题在于 这种修图是否忽略了真实性和透明度的价值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如果要依赖修图来掩饰自己的不足 那么他是否真的有能力面对国内外的挑战 如果没有真实的自信 这样的修饰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不能忽略政治是如何运作的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领导人 也都曾经为了保持形象而做出各种努力 例如美国总统甘乃迪就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 可以说要在政治舞台上生存 形象和实力同样重要 但是甘乃迪的魅力来自于他的真实和诚恳 而不是一味的修饰 如果习近平真的面对健康问题而选择隐瞒 那么这种行为只会引发更多的怀疑 很不信任 政治的基石应该是真诚而非虚假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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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